就今天确定的病例 那本土的病例是27例 迎接三级警戒以来最低的确诊人数 台湾共新增了29例确诊个案 本土27例 近万一入2例 不过死亡人数新增17例 而各地确诊人数台北市14例 新北市11例 屏东县 彰化县各1例 各县市确诊人数似乎有降温的趋势 但死亡数却还是有点高 6位是5月份发病 那其余的话就是6月份 那另外序号17 最后一位是7月份发病的 不过全台湾确诊病例没有再急剧增加 疫情看起来相对稳定 大家都在期盼7月12号到底能不能解封 县市别里面 有很多的县市 也都相对的相当的稳定 能够有一个好的预防的措施 然后加上有应变的能力 那在我们这个比较高强度的一个管制之下 那不过最终还是要看最后到7月12号 整体疫情的情况 虽然陈世中强调解不解封还在评估 不过有哪些场所解封后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放宽 陈世中也松口了 若是全台湾新冠疫情持续稳定保持 看起来解封似乎是在必行 不过相关配套措施不能松懈 以免解封后疫情再度反扑 环宇新闻 江博伟扬直玉台北报道 请您继续锁定环宇新闻网 以及YouTube环宇新闻频道 并且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 接收更多全球新闻报道